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3年 2月18日 星期六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 這個 一年中國 不見了一萬億外匯 那麼一萬億外匯消失去了哪裡呢 我們在網上找回一些數據 在中國現在手上有多少外匯儲備 還有外匯流出流入的數據 我們發現了 這三年 原來 中國 是一個外貿很厲害 出口很強勁的增長 這三年的貿易上差 是接近兩萬億 好了 但是 國家的外匯就沒有多度 三年總計18,977億 即是19,000億左右 差少少兩萬億 總共這個是外匯的貿易順差 什麼是貿易順差 即是 我們賣出去的東西 比我們買入的東西 是 總共有18,977億貿易順差 那麼這些貨 基本上是美金來的 全部都出口了去歐洲 美國 世界各地 收回的是外匯 以美金結算為主 好了 但是 這條數 竟然沒有辦法反映在中國的外匯儲備 以及這個外匯的存款 存量身上 我們昨天跟大家反映過 因為中國的外匯管理局有一個文件 就是 任何這些貿易 一定要在報關日 180內收到 即是你出口 你報關了 你半年之內一定要收到 遠期出口 也是一樣 它會根據有個日期的 這個日期 通常也會有個截止最後日期 例如你有個遠期 你的貨寫明 你先運貨 可能是九個月之後才收錢的嘛 有些生意是這樣的嘛 你要給人家數期的嘛 那些你要額外 跟政府申請 總之 怎樣也要在一年內有所交代你的不遲 好了 但是 最近為什麼 外匯不斷流失呢 中國的外匯儲備也下跌 原因 其實我們跟大家說 就是假成交 這些其實是一種 外貿的假成交 這三年 貿易數據很好 大家都說中國出口量又創新高了 中國又贏了 實際上 不是中國贏了 而是 當時 那些 外貿其實是一些造假的數據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 這些是一些民營企業 是出口的 全中國 其實說這個民營企業 出口賺錢 如果說賺外匯 原來全靠民營企業 中國賺取外匯 有80%是屬於民企 20%是屬於外資 而中國的國企 其實是 不會創造外匯 即是說 國企 其實是沒有甚麼出口賺錢的 大部分都是做國外 因為中國的國企 全部的市場就不是賺外國人的錢 是賺自己人的錢 所以 對於賺取外匯 是要靠民企的 而國企 是沒有幫助的 這個大家要記得 好了 那麼現在我 講講這個數據 就是網上 粗糙 將這個 說法就是 究竟 接近兩萬億的外匯去了哪裏呢 當這個 數據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 就吵架了 有些人說不是的 激烈爭論 不是的 肯定不是這樣的 沒有那麼離譜的 不見了 18977億不見了 好了 其實 這條數已經考慮了服務貿易的收支差額 進入了對外投資以及吸收外資的差價 所以 接近兩萬億的貿易的順差 基本上沒有用到在服務貿易身上 沒有在外面花過其他錢 也不是對外投資 這些錢全部都是國企賺回來的 民企的外匯一定要在 限期結束煤國 留在外國超過一年 就會被別人嚴厲地審查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 中國現在每年 最近這一年 每日 是有幾萬家企業倒閉 其實包不包這些呢 肯定包 企業如果 有些出口 例如說 我有 2億人民幣 的貨出口 現在變成3000萬美金 出口之後 我收不回來 那我就破產了 我沒有錢了 這家公司跟 政府說我破產了 我們出了貨 人們不付款 那你政府是不是要抓我 當然不能抓 我是受害者 我賣了貨 我收不到貨款 我收不到貨款 你也要抓我 我現在倒閉了 這個情況 現在大陸正在發生 現在 你想想 那麼多的錢 像是2020年的貿易順差 當是沒有追回來 2020年 2021一定有啦 怎麼會三年 都沒有追回錢 都不見了外匯呢 那肯定是甚麼事呢 肯定是走得知 我們看看央行層面 外匯儲備2019年 有31,079億美金 2022年有31,277億美金 基本上增長很少的 增長很少的 外匯佔款 即是央行對美元的貨幣 的貨幣基礎 2019年 21萬 2317億 這個是整個存款的貨幣基礎 2022年是214,712億 其實也是多了2000億 即是20多萬億 這個是整個中國的 外匯的存款 整個美元的基礎 這是人民幣 有人說 企業不喜歡把匯款換回來 全部都放在自己的銀行 這個也不合理 因為 他們查回商業銀行的數據 你這筆錢 你 怎樣也要匯進來 如果沒有匯進來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們查回商業銀行 就是全國 中國的人民 百姓和企業的外匯存款組額 外匯存款 數據是2019年 7604億美金 到了2021年 升到9969億 升了2000億 2300億 2022年 跌回到8549億 基本上三年的數據 你看不到有2萬億 即是1萬9億人民幣 即是1萬9億美金的外匯流入這個情況 即是怎樣 即是 這筆錢 出口的 沒有回到大陸 這個 就是這個 為甚麼2萬億美金沒有了 原因就是這樣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過 他們現在做法是甚麼呢 其實 就是 出口 你用出口 是去走資 因為你在中國 你沒有辦法合法出口 你沒有辦法合法走資 你有筆錢 你想回出大陸 你買了一層樓 我那層樓很值錢的 賣了一億 那你一億你拿不出去的 你怎麼辦 唯有跟貿易公司合作 我們賣了一批貨 然後我們跟那間公司 出口 去到外國 當然 中間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我不說清楚 然後 外國有間公司其實是自己來的 你怎麼知道共產黨怎麼跟你拆外國公司 其實是自己有或者是自己 那麼 用一個價格跟你購買這批貨 例如千幾萬美金 千萬美金 那麼 那麼這批貨 按期就要運到美國了 運到美國之後 他當然在美國散貨 在美國賣了之後 就有一筆錢 那筆錢可能不夠一億 可能是 要虧一點 加上手套費 加上運費 虧一點 但是你等於 將這筆錢 套在外國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 什麼貨都可以賣 除了房地產 中國的房地產賣不了 不過也有上海人很精明 他曾經有上海人在 前幾個月的時候 賣上海的豪宅 只要你可以在美國給現金 現價 4折給你 也就是說他寧願 虧虧 虧虧很多 一億的單位賣4000萬給你 你在外國給美金 你只要在外國給美金 我就可以4折給你 當然那大陸就還會送 轉贈給你 是不是 不收你的錢 送給你 外國收不收美金 這些情況也有 當然 好像英國也有人 用這種方式 走法律那的方式 賣樓給人 當作送贈契 不過 凡是牽涉到這些東西 稅務很麻煩 有可能做不到按揭 在香港一定不行 香港的送贈契 是做不到銀行按揭的 因為他怕到時牽涉到遺產 或者欠人錢 原來你送給人 然後破產 欠人一大筆錢 然後追溯 所以 銀行為了保持風險 這些送贈契 是不做按揭 在美國我就不知道 在大陸我也不太清楚 清楚的網友 可以留言告訴我 總之現在大陸人 走資的方式層出不窮 這三年 總共有1萬9億 即是不夠2萬億的美金 走出外國 這些錢 不會再回到中國 所以中國有大量的企業倒閉 很正常 因為這些企業 當所有的資產 全都轉移出去的時候 就把他們的工廠 走人也走老了 昨天深圳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 去看 去排隊人 早上9點半去排隊申請 這個護照 出境的護照 因為很多時候 也剪了米三年 30個卡塔都開了 每 扮演一本護照其實是幾分鐘 扮演每個人的 申請成近幾分鐘 他排到下午6點多7點 公安竟然 工作人員竟然加班 去處理 即是說 很多很多人要離開 當然 那個人扮演護照 不一定是來香港 總之包括出境 由早上排到 晚上 差不多7點他才搞定 才輪到他 你想想有多少人 是不是 很誇張 所以 很多人都想離開 很多人都要離開 未來的中國 我覺得 我們盡量想辦法加快逃空 把全中國的東西逃空 把所有人 錢也好 貨也好 全部都逃走了 那麼他 就玩完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了 我們希望 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有甚麼問題 你可以在我們留言 問我們也可以 解答也可以 我們盡量去解答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